这一节讲一下课程分段影片的长度的部分 基本上影片长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因为这个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影片是长还是短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后台这边有一个课程 这边一个图形这个都代表一个课程 那每一个课程点进去里面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元的章节课程编辑器这边 这边有个主题叫做轻松领导力 然后第二个主题叫做直播课 轻松领导力这里面就有分成单元1一直到单元6 直播课这个主题就分成这样两个单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台的长相 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网址来看一下它的前台 好前台就长这样子 这个课程页面这边可以放影片说明或者是图片也可以 那这个影片的长度你就可以自己去决定 因为影片并不是直接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 因为在网站会爆掉 网站没有那么大的流量支撑力 好那影片怎么插进来等一下告诉你 在底下这边就是刚刚看到的第一个主题轻松领导力 然后第二个主题直播课有没有 然后你这个主题不限制 那当然里面的单元也不限制 看你这个课程想要卖多少钱 然后你想要给客户看多少单元通通都可以 那每一个单元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影片 或者是一个测验或者是一个作业通通都可以 我们现在看一下影片的内容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课程页面就长这样子 好这边就是每一个单元 然后点开的时候右边就会有影片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第二个主题 点开里面也是都会有一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可以有一个影片 好像这样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编辑的地方 刚刚看到这个单元把它点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单元编辑的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单元的名称 然后这个影片下方的文字 你可以在这边写HTML的所见其所得 类似Word的编辑然后它会出现在刚刚那个影片的下方 那这个封面图片这边可以不上传 因为这个图片会很小 也就是会出现在左边这个小图片 那你不上传的话它本身就已经有个小图 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 所以这边就不一定要上传图片 好重点来了就是你的影片插入来源 因为影片并不是直接上传到网站里面 而是带管在其他平台 哪些平台呢 YouTube平台也可以 那你就把YouTube影片直接把它贴进来 你自己复制你自己的YouTube影片把它贴进来 然后你的YouTube那边去设定成非公开 那这边就会把YouTube的影片给盖住 让它没有办法去做超连结 比如说这是一个YouTube影片 那这个是公开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设定成非公开 重点是我只要在这个end的前面 把这个影片的网址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贴进来 贴进来这个地方 然后再按更新单元 好这时候你回到这个我们的影片观看区 你把它点开看一下 2030年听下去有一点遥远 好这边其实都是YouTube的影片对吧 那一般你滑鼠移到这边的时候 点击这个阻止 它会连到YouTube的网站去 然后这边也是 点了之后连到YouTube网站去 可是这个开个平台 它把它覆盖起来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播放器 这个自己的播放器把它覆盖起来 保护住这个影片 不让访客或观众 直接点击这个连结或这个连结 然后就连出去外面 等于做一个最基本的保护 所以你即使放YouTube影片进来 也不用担心人家点进去 然后点到YouTube的原始网址去 但是这个保护是比较薄弱的 因为比较懂电脑的人 他会去看网站的原始码 然后去抓到这一个影片的网址 原始网址 然后再贴到网址列那边去 那这个网站还是可以在外 这个影片还是可以在网站的外部去被看到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保护 但是如果你希望有更强的保护力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用这个Vimeo的影片 因为Vimeo的平台就是付费的平台 你可以把影片上传到Vimeo去 然后把Vimeo的影片就类似YouTube一样 把它网址复制起来然后贴在这边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去设定这个影片 它只能够在你自己的网站底下播放 所以它一定要在你的网站底下 登录会员区之后 它只能够观看到这段影片 假设它自己去用网站原始码 去取得这串影片网址 然后它自己把它贴到 我们来示范一下 它自己把它贴到 如果这个影片有设定保护的话 它其实就会显示我们找不到这个页面 但事实上这个影片是在的 但是它只能够在你的网址下面播放 所以即使这个网址被人家找到了 它也没办法收看 一定要登录你的网站才能够观看 所以这就做到更强的保护 那除了Vimeo这个平台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付费平台比Vimeo还要便宜的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会介绍 那当然还有更复杂的方式 就是说你有外部网址的 你可以把外部网址影片贴进来 或者是你有这个迁入码的 你直接把不管任何一个平台 它只要能够提供迁入代码的 你都可以把它插进来 所以这个影片没有限制来源 那当然影片长短就看你上传到 这个平台的影片长度了 你自己去切割影片长短 这个跟我们的开课平台本身的关系就不大 那这边是影片播放时间 你可以去设置设定 比如说这个影片10分钟 你就在这边输入10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再按一下更新单元就好了 然后再按一下